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不仅是绣青铜 我们还绣其他的翡翠 国宝系列的字画都有的 中国的工艺美术 青铜其实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 中国人它对青铜的一个喜好 或者对青铜的一个文化的一个认知 它是有归属感的 所以绣出来我感觉会有震撼力一点 这个就是中国人的一个文化精 我们都是团体来完成的 我一般主要绣青铜为主 然后背景其他什么工作室的人在参与修 但是估计要盯着要打官 其实跟绘画是一样的 最后要盯修一些细节 把整个的全资料给鸿吐出来 你如果真的从头到尾一个能做 要十个月到一年的周期 一般这个就是客人买了自己收藏 便宜的小几碗 然后有的好标题 十万一份都还要的 这个也是客人定的 做出卖掉了 差不多十个W吧 后续肯定是为了 不定是传承的 今天就想出一些好的作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